財資大盜 林潔盈 何文堅 繼續回來財資大盜 回來這一節先看看新西蘭股市 跌了68點 做11904點 剛剛開始初段一會 另外看看我會市場 歐元做1.0861美元 日元151.83英鎊1.2655 瑞士法郎0.9051澳指66.05美 新西蘭元60.33美 價值方面是1.3568 看看金價 金價是2,339.89美元1盎司 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談談資金流向投資市場環境 特別是看看匯和金的情況 請津響顧問董事總經理王良響跟我們談談 早安 早安 Tommy 先和你談談匯 特別是大家說 美國今年是否真的從6月開始減息 甚至可能有機會再後一點才開始啟動這個減息 這也是美資之數 美匯其實特別是對日圓 其實還是挺強的 你怎樣看匯的情況呢 原則上其實美匯不是特別強 不過日圓是特別弱的 美匯指數就近期曾經反彈了上去105 稍中的積勢 現在下來104附近 我想市場那個對美國減息現在是那個時間和那個速度 可能比起聯織局市值之前是更低了的 但是對於美國的財政問題 現在大家可能關注比較大一點 所以大家看到美匯是跌的 但是美國的債息是上的 反而言之就是大家對美國的國庫債那個避免的功能 現在可能開始有點懷疑 所以我想就長線來看 美國如果說 就是6月或者7月減息的話 那個美匯應該是下跌的 但是日圓的問題就是日本央行似乎還在奉行一個約日圓的政策 所以上次加息之後大家都意識到這一點 而且那個買債量也沒有減到 我想短期裡面那個美元對日圓有一個干預風險在那裡 不過干預了之後日圓未必會走得很強 那可能就回到大概148-147的水平 那個水平就已經是見頂了 美匯指數今早是104.12左右 另外看10年期的國債就是4-423左右 你自己看長債的息方面的走向是怎樣 長債息我想差不多是見頂的 因為如果看上次的長債息在CLA 4的附近 這個應該是數到去年大概是7月6月的時候 那當時美國的核心通脹的PCE 當時是4.2-4.3% 而現在那個核心的PCE是2.8% 跌了也1.4% 那麼10年式就不應該是這麼高的一個水平 那麼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 星期三就去美國和拜登開會 這個峰會是日本日本的一個小兄弟 差不多跟著美國拖著手走的 那麼現在世界局勢這樣 這個日美的關係是否繼續維持呢 日本會不會被美方的施壓在財金政策或貨幣政策上 現在的情況和譬如說1985年當時是很不同的 那麼當時日本的經濟直接威脅美國 那麼現在日本就已經退到全世界第四第五 那麼我想美國去要求日本將它的日圓強化這個情況 我想現在就不存在 不過另一方面可能美國會是因為這個要打中國牌出來 那麼因為大選接下來 那麼而對日本的那個支持的態度是會加強的 那麼換言之就是說 在日本方面可能是會有比較多的美國投資去日本 那麼在股市方面可能那個支持會比較多一些 那麼但是在匯價方面 現在那個目標就不在日本了 那麼另外呢 這個星期也有多個央行的意識 特別是就是歐洲央行英倫銀行 那麼怎麼看他們的意識的情況呢 歐洲央行英倫銀行就在美國減息之前 就不會有任何動作的 因為大家都怕自己的貨幣 其實真的在美國不減息 而自己減息就跌得太快 那麼跌起來的時候 會引起有比較大的一個輸入通脹壓力在這裡 那麼現在他們的通脹是下降的 那麼現在的勢頭呢 就是 其實是 15-15-10來到了現在這個情況 那麼如果說就是貨幣跌 而這個通脹忽然間 就是大幅回升 那麼我想這個就 就是無論在經濟方面 或者在政治方面都不是很正確的 那麼所以我想呢 就是他們給出來大家的一個信號呢就是說通脹就是現在開始呢都是比較多的 那麼可能呢就是每一次意識都是以數據為本 那麼但是原則上呢我想呢就是美國減息之後他們才會選擇 那就是美國減息後來呢就是美國債務的穩固性啊 大家可能覺得美國就是國債的避險功能不足了現在 那麼最後呢近來呢就可能是內地的民眾呢就比較賣得多一點啦 因為對這個股樓呢就是非常失望的嘛 找其他資產來賣 那麼我想呢這個就是中期呢可能就是 因為他突破這個2500還是有機會的 但是短期呢我們看回那個情況呢就是說最新這一次的上升呢就是因為 就是伊朗在這個敘利亞使館被閘了 那麼他們威脅這個報復 那麼這個情況呢就其實會就是一個比較長期的一個情況 那麼但是短期呢我們都要就是小心呢就是說這個以色列方面呢可能是會就是在這個哈馬斯 就是對這個哈馬斯是會有一個短期的停貨在這裏的 那麼所以我想短期回調呢現在那個機會是高一些的 那麼如果回調的話呢可能回調回去大概是2230-50 嗯現在以色列國內外都受壓啦 就是很多列強都說不站在以色列那邊繼續打下去 那麼自己國民也有10萬人啊 啊示威抗議啊要過內塔利亞湖啊交代啊停戰啊 那麼油價是不是都會受著這件事影響呢 就是一旦以國真的就是稍緩啊 那麼油價走勢會怎樣呢 昨晚就兩位跌了48美先啊 86.43美元一桶的5月份有期有 我想油價就在85美元以上呢是有些超賣了的 就是大家對於那個局勢的判斷呢就是說 那個供應可能就是有被interrupted 就是有有有有有有有危險呢就是說不足 那麼但是呢就是歷史上那麼多次呢 那個油價的上升呢 除了說在就是70年代啊 那次一個就是非常之大的一個中等風險啊 那麼但是呢現在就是從這個供應呢 不足呢引致油價上升的這些這樣的情況呢 通常是不會持續的 如果油價真的要就是很大幅的上升呢 必要是這個就是需求是有勤勁的支持才行 那麼如果我們看回呢就是各地的那個就是製造業的PMI呢 那麼沒錯近期是有反彈的 那麼中國也是就是上回去這個就是富榮線以上的 那麼但是那個反彈的力度呢 其實呢都是不是說就是太過勁的 那麼美國方面呢歐洲方面呢 那個製造業呢還是一般的 那麼所以呢我想那個油價呢 開始是有一些就是見頂的的跡象在這裏 那麼我想那個油價呢 如果說就是翻回去的話呢 就可能是就是75元的水平呢就會見底 因為如果我們看回呢就是這個中東方面呢 那麼他們呢就可能短期裏面呢 那個減產呢是有希望呢是舒緩一下的 就是說可能下一次會議呢 可能是會講回呢有沒有機會呢 是增產多一些 因為其實現在呢就是脫離了他們的那個就是目標呢 都已經是高了大概五到六元左右的了 那麼短期的資金流向你自己看會在哪裏呢 我想呢就短期裏面呢 就是這個美股呢有少少的就是過高的 那麼大家現在就是開始是見到這個第一季度呢 美國的就是企業宣佈業績了 那麼業績呢那個的期望呢就這次呢 可能是就是比去年是高大概是 就是同期呢大概是高三個百分之一 那麼如果呢就是業績呢不是太過好的話呢 那麼可能呢就這個就是 資金呢會有些回到債市裏面 那麼所以那個債息呢現在可能有一點的偏高 那麼在這個貨幣方面呢我想就是這個市場呢就是太過放心呢 這個日本的央行的政策呢都是約日元的 那麼所以呢就現在都是借日元為主 那麼但是在這個這樣的水平呢 其實如果說這個財政部呢是叫這個央行去買日元的話呢 這個日元呢隨時是可以就是漲回是三到四百分之一 那麼這樣的情況呢 那麼其實呢就是在這個環球那個的股市方面呢 可能在短期裡面會出現一些壓力在那裡 那麼但是就是經濟來講呢大家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麼所以我想就是就是短期可能有一些 就是資金從這個就是股市去債市 那麼還有那個美匯呢就我們見過呢都是比較是頂重的其實 那麼所以呢就是就算說那個CPI呢 那那個那個的數目呢不是說就是大幅下跌 好像現在這樣的預期 大概是大約是0.3%的增長 那麼我想呢就是這個就是 美元有機會在點期內下跌比較多 大家密切留意,今天謝謝王良響 4月10日,新西蘭和加拿大央行會議息 另外4月11日,歐洲央行會議息 5月1日,美國聯儲局議息 5月9日,英倫銀行會議息 據說會減息